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96集 降临巨鬼城 那两个天然后期的亲尾只来得及发出惊呼 甚至完整的师生话语都没有时间说完 身体本能的后退时就立刻被白小春咆哮的音宝直接冲击 无法抵抗 这不是他们可以对抗的力量 无法闪躲 来自四面八方的音宝形成的灭绝之力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骇然了他们的生命 哄哄之声随之滔天而起 这两个天然后期的亲尾身体颤抖鲜血狂喷 神色带着无法想象的惊恐与绝望 身体都来不及后退 就直接的在那音宝的呼啸而过下 全身抖得崩溃爆开 他们的身体竟无法承受丝毫 在这音宝中直接成为飞灰 甚至他们的原神也都无法逃出 被生生的困在了肉身内 连同肉身一起灰飞烟灭 这一切太快 几乎就是眨眼的功夫 这刚刚还傲然无比的两个亲尾就瞬间灭绝 这一幕 顿时就让光幕内的独角老者一眼中露出无法置信 全身狂震 他的骇然比那死去的二人还要狂猛 声音也都带着不可思议 尸声近乎 你 你不是天人 这独角老者内心狂颤 他立刻就意识到 这来临之人绝不可能是天人 能只是凭着咆哮 就顺杀两位天人后期的只有半神 没有半点之一 这独角老者几乎被吓破了胆子 猛地后退就要逃走 可他的速度在白小春眼中实在太慢 不过白小春也没心情去理会这独角老者 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用最快的速度进入战场 白小春的速度超越一切 好似穿梭虚无 直接就一头撞入那金色光幕的圣绝大阵内 眼看白小春竟踏入阵法内 原本牵身颤抖 到腿中被恐惧弥漫了全身的独角老者 忽然内心移动 盛起了希望 他竟真的成熟进来 这阵法哪怕是半神辱 短时间也都要被压制 他这是找死 独角老者内心一阵 竟不在后退 而是目中杀机崛起 他毕竟是天人大圆满 而且在通天岛的亲卫中也都是佼佼者 平日里沙发过断 此刻不退反击 直奔白小春 想要阻挡在白小春的前方 可就在他靠近的刹那 白小春这里不死尽 已然展开 根本就没有半点停止 好似这阵法不存在一样猛的前行 这一幕 立刻就让独角老者脑海再次轰鸣起来 灭色狂变的同时 恐惧与震害 比之前还有强了无数倍 在牺牲中 不断的爆发 想要再次后退 可却晚了 白小春的速度太快 不死尽下 汉山壮本能的随之一同施展 直奔前方 几乎眨眼界 旧鱼出现在他面前 想要去阻止自己的独角老者 撞在了一起 红的一声 那独角老者 直觉的好似被无数天山哄在了身上 发出凄厉的惨叫 身体直接就崩溃爆开 原神带着无尽的恐惧想要逃顿 但根本就无法做到 在白小春的极致的速度下 其身体外 好似形成了惊人的犀利 独角老者的原神还没等顿出 就被白小春呼啸而过掀起的阴包 猛然厌慕 这一刻的白小春强悍至极 而从踏入这阵法后 白小春根本看都没看这独角老者一眼 对方自己招死 偏偏阻挡在他的前方 将其轰杀 也只是白小春速度太快 他的运气不好而已 不死尽下 升绝大阵如同不存在 轰鸣中 白小春没有丝毫停顿 直接穿梭而过 出现时赫然到了巨鬼城五万里外 他的耳边立刻就传来无数嘶吼咆哮 无计凄力挣扎之后 与此同时 他更是看到了前方 那仿佛肉眼望不到边际的战场 白小春内心猛的遗产 无数的童天动脉修饰 一个个已经红了眼 正在疯狂的死上 蛮荒的土著 魂修等等也都如此 似早就豁出去了一切 面对着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的战争 他们已不在乎了 哪怕死亡 也要在临死前自爆 争取拉着敌人 一起步入黄泉 轰鸣声不断地爆发开来 镇的战场上 所有人已经双耳失聪 这对他们来说无碍 因为杀人不需要耳朵 从这里到巨鬼城 足有五万里路 而整个战场可以算作十万里范围 在这片范围内 一场白小春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战争 正在爆发 且不知爆发了多久 嘶吼声 残叫声 狂笑声 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好似死亡的乐章 让天地在这一刻 死都要收起自己的意志 只能默默地望着 那遍地的尸骨残骸 已经很难看到完整的尸体了 在这厮杀中 在这践踏下看到的 只是一片暗红 大地上 超过数十万 甚至更多的修士 正在疯狂地施展一切 能用处的杀人之法 此地如同一个巨大的绞肉磨盘 不断地吞噬所有 已经看不到真心 看不到指挥了 能看到的 只有原始的本能驱使下 如同野兽般的癫狂 在这种程度的战场上 原因修士又算得了什么 杰丹更是眨眼 便可行神俱灭 更有一辆辆战车 还有战争之宝 所以大都已经崩溃 可还是有不少 由此爆发出灭绝之力 杀戮所有 而天空上的战场 一样惊人 在半空之上 苍穹之跌 以常超越所有规模的 半神之战 也在进行 巨鬼王那庞大的神区 伤痕遍布 能看到有一支长枪 毅然穿透了其身去 正散发黑马 幻化出九条黑龙 不断地在他身体中 钻来钻去 每一次都让巨鬼王 发出凄厉丝吼 可身受重伤的他 依旧狂猛 正在与星空到极宗 那位半神老祖 相互生死厮杀 星空到极宗的半神老祖 同样已到了极致 胸口凹陷下去 一只手臂已经消失 全是上下 透出惨淡的死亡气息 只是其墓中的沙翼 一样套天 他们的每一次出手 都让天地色别 都让苍穹颤抖 出现一道道裂缝 而他们的出手中 掀起的冲击 也一样化作一层层气浪 在这把缝成为风暴 横扫世界 在半神战场之下 天空上 巨鬼称的天人 统天东脉的天人 也都在生死一战 轰鸣之声 往往超越天雷 在这天地内 不断地宣泄爆发 红尘女 逆河宗灵溪老祖 白震天 陈鹤天 以及童子等人 赫然在内 而铁血堂的那位天人老祖 已经不在了 一起不在的 还有白小春记忆力 巨鬼城的那位 幽冥公 此刻 通天一方的天人 共有三位 而蛮荒那边 除了红尘女外 还有一人 此人白小春见过 是魁皇城的天宫之一 此刻六人之战 已到了生死的一刻 而显然 升绝大阵内的一切 都被隔绝 此地众人沉浸在紧张的交战中 无法察觉丝毫 就在白小春到来的瞬间 轰鸣声 骤然更强烈的爆发 正是那位天宫 惨笑中临死前 竟不惜自爆 形成的毁灭之力 将闪躲不及的童子 直接笼罩 轰鸣之后 死亡的不仅仅是他 还有那位 星空到几宗的童子 魂飞魄散 同归于己 几乎在二人死亡的刹那 红尘女也喷出一口鲜血 在陈鹤天与白准天的联手下 本就重伤的他 伤势更重 惨笑中急速后退 陈鹤天呼吸粗重 猛地嘶吼 汉宗 你若继续补出权力 此战之后 老夫灭你 逆河宗满门 说着 他与白震天一起 指本红尘女追去 目中杀极惊人 显然是对这个巨鬼王的女儿 巨鬼军团的统领 势在必杀 杀了他 可让巨鬼王焚心 就可为老祖争取 绝杀的一击 眼看陈鹤天 与白震天都急速冲去 灵溪老祖苦涩 他知道 开战以来 逆河宗伤亡最少 这一切都是红尘女的留守 他本不想在这里 对红尘女出手 可身在通天 已身不由己 此刻常态一声 迈步而去 可就在三人同时临近 红尘女这离惨笑中 墓内露出寒芒 似要展开某种代价 极大的神通书法 但就在这时 一声咆哮 从远处天地间 此能撕裂虚无 忽然而来 住手 随着声音而来的 则是一道 直接就豁开虚无 带着无伤气势 惊天动地的长虹 刹那 临近 本集 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 请订阅